高工局指出 14号下午西部国道路况顺畅 仅部分路段因零新车祸造成塞车 这与国务部分投诚到平林预估 用设到今晚12点 为了因应明天中秋廉价最后一天 高工局在部分路段将实施 扎道系统封闭 在扎道封闭的部分 我们有国道1号的浦岩系统 还有湖围北上路口的做封闭 还有国道3号的一个 竹南交道的北上路口做封闭 由于15日明中陆续北返 高工局预估雍舍时段 会落在15日下午2到6点 国务则是上午10点到晚上7点 且塞车时数仅达40公里 为了避免国务测流量情况严重 15日上午4点到晚上9点 实施高层载管制 同时提醒国人多加三用 15日清晨0到5点 国道暂停收费机会 避开驿赛车时段 原自新闻胡宋 迪福隆岸 新北泰山采访报道